早上后就入门上班了 今天能要正式的出发了 里克拉萨开启咱的返程之旅了 这个呆的也没啥意思了 而且天越来越冷 才不走要下雪 open the door 今天阴天 不过这样刚刚好 不冷也不热 昨天晚上咱还是在这里露营休息的 昨天兜兜转转又回到这 这包子怎么办 包子两块一个 两块给我拿三个 大包吗 买了点菜 吃了成好多饭 才整了三个包子 看着感觉挺好吃的 来吧 希望你们先吃 嗯 酱肉包 哇真好吃 皮薄蟹葬 嗯 嗯 真好吃 嗯 前菜肉 两块钱一口 哇 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了 嗯 这几个好像是大葱呢 大葱肉 嗯 吃几个包子垫垫垫垫垫垫 到了露营地 咱们做饭了 现在快十二点了 那今天也不走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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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个二十公里 他就停下来休息了 那边有充电站 到那边充电 咱现在车也没电了 嗯 嗯 半个月没充电了 嗯 嗯 嗯 再往前一百多公里 没这个充电座 所以必须只要到那边充电 咱们 头顶的太阳 燃烧着青春的余热 它从来不会放弃 照耀着我们心境 还动不经过这里 那只是迷雾的山林 走暗藏老的石角 感到潮湿的味道 放过了青山 你说你看头顶的里的人们 还丰富过野树 吹散一路的风筝 这里就像雨脑是个真的有一个世界 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到站了兄弟们 这边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园区 这些全都是工厂 这里有充电桩 大家这个地方被拆布布电了 电已经充满了 不过现在已经五点多了 还没吃饭呢 接下来咱往前走走的 到前面找一个适合露营做饭的地方 起锅沙水 纳木错 179公里 纳木错咱要不要去看看呢 据说那里的景色特别的美 而且它属于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西藏的三大圣湖 咱一个都没看过 来了一趟西藏 我说 虽然一个圣湖都没看 那两个 一个叫马庞庸错 还有一个叫杨卓庸错 都没看 不过过去的话 得绕个一百多公里的路 像熊古堡 果然是个景区 咱看这个地方能不能露营 起锅沙水 不往前走 哇 这个地方真好啊 兄弟们 印象没多景区 这是一个大景区 看怎么没人啊 是不是停业了 没有 里面好像还有唱歌的呢 这还有公厕呢 又到家了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也没什么吃啊 咱今天又在这里露营休息吧 这里面免费还是收费 里面能够 买并能够收钱 哦 免费啊 进到里面免费是吧 现在我们下班了 现在下班了 现在你们有时间的话明天来哦 明天可以啊 哦 好的 咱在这个位置起锅烧水吧 这边都是一些商铺 不过都已经不干了 这门都是开着的 里面已经空空如夜 都搬走了 咱那个车都能开进来 把这个门一打开 如果刮风下雨的话 这里面多好 这风又避雨 这是初发之前买的菜 咱看都有 一个大萝卜 还有一个大玉米 两个tomato 三头蒜 然后好久没吃过蒜了 还这个小葱 这是老板送的 最可能是这个 大牛排 牛排骨 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三十五一斤 咱今天要做一个美式酱腔大牛排 开整 洗锅烧油 搞里头 来一勺灵魂梨化钠 烤花椒去香增军 酱油 搞里头 老干妈 搞里头 下入牛大骨 先炒一下 刮的 酱香富裕啊 加入生命之源 OK了 看这小汤多浓 把稀好的萝卜和玉米也高丽 锅稍微有点小 不过也可以了 盖上锅个儿 练它九九八十一天 咱的美式酱香牛排OK了 哇真香啊 先把这小萝卜给它搞出来 是吗怎么样 真香 满分一百分 最起码能打个九十分 好久没吃过牛排了 今天要好好的补一补 兄弟们先补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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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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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脱骨了 摸牛肉的骨头 特别重啊 真的 特别重 这狗都咬不弄 只想骨头老硬了 我觉得比起来都硬 尝一下这个萝卜 哇 输口即化了 水嫩多汁啊 这一块有点肥 尝一下 哇 这一口全是肥油啊 来吧 送 不行 太腻了 吃一口太肥了 这样还行 半肥半瘦 嗯 这样刚刚好 哎呀 葱呢 不辣 嗯 嗯 嗯 葱 蒜 青椒 简腻 嗯 嗯 还有鸭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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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嚼不辣 嗯 这有点难嚼啊 它上面有筋啊 尝尝这个玉米 嗯 就买一个玉米 嗯 嗯 都会买的玉米嫩 而且特别甜 嗯 嗯 哇 太好吃了 太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今天跑了有个三十公里左右 明天继续出发 拜拜了